都小单身 我讲两句 在上海 必吃的小吃之一一定有汤包 吃汤包 必来的一家店之一 就有家家汤包 家家汤包是有30多年底子的老品牌 很多明星都来过 主食只有汤包 共6种馅料 除了汤包 就是各种汤类 还有饮料 以前还是吧台点单 现在也赶上扫码点单了 为了一次能多吃几种馅 我要了两容 一共24个 配了一碗紫菜蛋汁汤 压力还是很大的 全家福 包含三种馅料 蟹粉 纯鲜肉 香菇鲜肉 额外又单点了一种蛋黄鲜肉 每一个汤包里都有一块蛋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蟹黄呢 还直接给配了一碟姜丝醋 吃汤包之前我还学会了一句口诀 轻轻提 慢慢移 先开窗 后喝汤 夹起来能感受到皮挺有韧劲的 汁水也挺足不得 全家福就像拆盲盒一样 我拆第一个是蟹粉的 果然啊 蟹粉味很浓 但是一点都不腥 看看这汤包皮 太牛了 看上去那么韧 实际上那么薄 第二个我拆是鲜肉的 轻轻提 慢慢移 蘸上醋之后 一口一个 真过瘾 我以前吃汤包很少蘸醋 但是最近发现 蘸了醋之后真好 挑一个看上去蛋黄最多的 还是第一次吃蛋黄汤包 通过汁水就能感受到很浓的蛋黄味 每一个汤包里都会给放一块蛋黄 不错不错 下次来继续点 同时拥有蛋黄和鲜肉的两种美味 看着皮做的 上边都蒸裂了 下边皮还没破 全家福里另外一种馅料 蘑菇鲜肉 蘑菇的鲜香味很浓 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馅料 家家汤包果然名不虚传啊 一共六种馅料 今天吃到四种 每一种不仅味道好 而且个性鲜明 这是一家值得常来的汤包馆 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 那让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